阿娘喂 怎麼會倒去啊 大家好我是Toto 我們今天這部影片要跟各位分享 已經消失在洪流裡的王朝大飯店了 他就說他有重新改了名字重新整修再出發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浴火重生的酒店 在之前他表現會是如何吧 大家好我是Toto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這裡了 然後最深厚這家飯店是 這家王朝大酒店裡面有個餐廳叫做Sunny Buffet Sunny Buffet他在過往的評價中 曾經有被人家評為說 不會再來一次的店 但是說在今年2022年的時候 他們有做出一些改變 甚至有網友來親自體驗分享說 Sunny Buffet他現在已經變得說值得 再來吃吃看了 我們就抱持體驗的心情 我們來朝聖看看說在台北這個鬧區 停車費一個小時要100元的地方 吃這一餐 表現會如何啦好不好 那我們就進去吃吃看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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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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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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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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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好,謝謝 請給我一份牛肉湯跟肉骨茶 謝謝 謝謝 各位沒有想到我們這一回合可以拿兩份干貝 我記得我們趕緊吃這個燒麥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是覺得它這個燒麥吃起來有一種很水溫的味道 還有這個炸蝦看起來就是他們自己裹粉去炸出來的 它這個反而比較不會那麼的油爽口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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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个汤口味道有很浓郁很浓郁的南瓜味 连他这表皮也吃起来是甜的 他这又咸又甜的组合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大配 反正他这个浓汤喝起来就是稍微水了一点 哇哇哇哇哇哇哇 嗯 嗯 嗯 天 有点像是泡面的味道 而且它的胡椒粉撒的是非常的浓郁 浓到你会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 各位啊看它这个牛排的熟度啊 我是觉得吃下去应该会有一种 猪血的滋味啊 只不过我为什么吃起来就是有一种反而是 略显干柴呢 我是觉得连酱都救不了它了 各位啊 虽然说它这个羊肋排它表面鲜嫩鲜红的 可是我是第一次吃到有吃到饱的餐厅 可以把这种羊肋排烤得这么的难咀嚼 好美味 各位它这个牛肉汤喝起来 味道比刚刚肉骨茶好很多耶 我们继续拿下一轮的料理吧 需要再一个吗 好啊 好啊 谢谢 提供我香鱼跟两只虾子 好的 谢谢 谢谢 请给我一个虾软手卷 还有一个九字鲑鱼软手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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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羊肋排是刚出炉的嘛 对 对 应该有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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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各位 这一轮我们把刚刚没有拿的东西都拿一遍了 还有它这个羊排 我看它有重新再烤了一份出来啊 我们再给它一次机会 试试看说 它到底有没有比较好 不然想说它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吃起来那种 又干又柴的感觉 typ 洋肉就是要一种鲜嫩的滋味 嗯 嗯 尼爹 可以 好啊 全叫多少钱 今天的话是直接刷卡 对 这样是1298 就刷卡 好谢谢 还有各位 他这个应该是我们刚开胃菜就要吃的东西 我们先吃到第三轮才吃到 这真的是鳗鱼耶 谢谢 OK啊各位 我们今天这样吃一餐1298元 我是觉得椅在大台北 这个地方 这个消费其实算是OK的 还有他这个烤虾啦 他整个虾肉都已经有点干掉了 而且他肉壳分离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个相机的刚刚的牛排啊 连这个相鱼的表现也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保温的方式 哪边有问题吧 希望酒店的人看得到这一点 那我们用餐时间差不多剩20分钟了 那我们用餐时间差不多剩20分钟了 我们去拿点甜点来吃吧 两颗够吗 还可以这吃吗 那我可以全吃吗 好啊可以啊 我现在没有人带队了 好好好 谢谢啦 谢谢 你好 请给我樱花丼还有芒果奶酪 芒果丼 好谢谢 嗯哼 嗯哼 我在看你的頻道 喔 謝謝你了 我們拿甜點回來了啦 好 我們就用這個干貝絕一勝負 我覺得這個就留到最後面 我們等等自己把它處理掉吧 它這個馬卡龍非常非常的甜 但是它中間內餡在咀嚼過程中 又帶給你清酒的香味 好香喔 嗯 附的湯匙 所以我是內用是真的不太喜歡用這種免洗湯匙 裡面本身就有附的 那就另當別論了 連這個櫻花果凍切下去那一刻 也是飄出很濃郁的清酒香味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遠東泡泡冰耶 它這個口感還有味道我是覺得很特別耶 這是真正台灣味的土豆冰耶 第一次在我們房間那裡 我們都有一個東西叫做板斗耶 我們一次板斗吃到最後面 它一定會有一個油炸冰淇淋啦 然後它裡面包的冰淇淋就是這個口感還有這個味道耶 我們再吃一點點甜點應該OK吧 說真的這個我是覺得非常的古早味啊 那最後我們再吃這個哈根大隻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外面做結尾吧 好OK了各位 我們現在在工作室這裡了 我是覺得說我們稍早在這邊拍攝的結尾部分 應該不太適合它現在的狀況了 我們就在這邊簡單給各位說一下 現在王朝大酒店它已經重新改名字 還有再裝修重新的再出發了 它當時還有賣餐券 餐券一張大概850吧 對於用餐券用餐的人來說 它會是很超值的選項 但是像是我們用現金付費的人 對我們來說我到底吃了什麼東西啊 那各位看到這裡啊 如果你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去回覆了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一起成為邊緣的美食家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